Hello 歡迎回到一家宅大阪的頻道 我是Yin 我們今天帶大家看住之江區的12樓的Mansion 這幢大廈全棟最高14層 即是屬於樓層高的單位 在我們開始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開始之前你訂閱了嗎 訂閱了我們現在馬上進去吧 字幕發音樂 字幕後面 這個單位其實一出電梯門走十步就到了 我們現在進去吧 這樣一進到圓關位就是鞋櫃 鞋櫃都做了一個C字形 這樣可以擺東西 而且鞋櫃的容量我提過都很夠 因為這邊一個高身的 還有一塊全身鏡 然後走進一點點 這裡是一個藝術的櫃 這裡也是有層板可以用來擺鞋 一進來這裡的右邊 就是一個主人房 有綠貼 我們進入房間看看 房間裡面其實已經安裝了冷氣機 綠貼 絲絲正正 你說放商人床再加梳妝桌 是絕對足夠這個位置的 這個窗其實是對著我們進來出電梯的走廊位 這個窗其實是很安全 因為這裡有兩層玻璃 然後再加上鐵架 所以不用擔心保安問題 我們就看看它的窗戶 它的窗戶是walk-in窗戶 超大 進去看看 你看看 我站在這裡 這裡有三枝桿 下面也有裝上掛桿 現在爸爸拿機的位置 其實頭頂也有一枝掛桿 然後上面的層板 全部都可以用來擺設備 那你放手袋也可以 行李箱就不可以 難一點 這個位置 你直接在這裡選完衣服 在這裡換衣服 化妝也夠 好了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浴室和洗手間 我們在第二個門口也出 好了 這裡就是浴室 浴室 雖然它不是名次 也不是名的浴室 因為浴室裡面是沒有窗戶的 但是鏡櫃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新的 我們進來看看浴缸 浴缸就比較偏細一點 因為我進來 這個位置已經是整個洗澡房的位置 如果身形比較高的話 坐在浴缸上 可能會覺得辛苦一點 因為它也比較短心一點 但如果我們這些體型細小的女性 都會覺得剛剛好沒問題 好了 他們都是有浴室補的正常東西 這個位置留來放在洗衣機 它很好已經有了層架 自己就不需要額外再買一些架 用來放在洗衣機上面 用來儲物 好了 我們剛才看完浴室 現在看看洗手間 它洗手間也是沒有窗戶的 裡面已經有一個小櫃子 可以用來給你放廁紙或清潔用品 它也是一個新的免治碼桶 我覺得空間來說也算正正常常 也沒什麼特別的 我們再走進去 就看看生活房 還有第二間房 還有廚房 這裡就是他們的住室 住室 住室 我的左手邊 即一進來右邊 就有另一間房 這間房比較小 這間房只有四貼 如果你說小朋友用或客房 是很足夠的 因為它也是正方形 而且裡面又是安裝了層板 你放一張三呎床 再加一張書桌或書櫃 已經很足夠的 這個位置是廚門 我出來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廚房 它整個LDK有13貼 它的廚房 你說是不是很大 其實也不算是大 正常洗手盤 它的洗手盤很夠大 中間的比賽位 我自己覺得比較偏小一點 有三個爐頭 明火的 烤魚爐是基本配備 還有它有洗碗機 還有它這個廚房 選用的東西 是Panasonic出品 它每一個櫃都跟我們之前看過的間隔差不多 還有它燙出來的超順滑 你說我們怎樣安排好 可能這個位置不夠闊 可以這邊擺一個窄身的架 例如你會放電飯煲 蒸焗爐 再加多一點碗碟 可以放在這裡 其實它的保存很足夠 因為我一開上面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但當然它這個高度是有少少高的 如果是常用的東西 我就不建議放上來了 這裡旁邊可以放雪櫃 還有餐桌 餐桌的位置 附近 它也還有櫃 這裡是很多間隔 隔隔的位置可以用來擺東西 儲物 擺什麼都可以 它全部都有層樓在這裡 我們這裏是12樓 當然要看看它的景觀 還有大家可能會擔心會不會很吵 始終比較偏市區 這裡其實是隔了兩個玻璃 然後再隔了一個網 我們剛才一進來 它是關閉的 其實是完全聽不到屋外任何的聲音 你一聽到樓下有些小朋友的聲音 是因為我們打開了這裏才會聽到 我們現在出去看看它的景觀 這裡有一個浪三架 其實這幢大廈對著的是一個小學 我相信它應該不會突然做一個規劃 剷了一間學校 然後再建一些高樓大廈 上面就是公路 所以這個景觀看出去是超開躍 我覺得住在這裡應該會挺舒服 不像住一戶見的感覺 因為這個開陽的景觀 跟你一戶見住的感覺是不同的 完全是兩回事 好了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間屋賣的錢 這個樓價是三千零八十萬日元 未包任何雜費的 只是樓價而已 如果對匯率不算來說 就是一百五十七萬港幣 這裡其實有三個站都很近的 很方便 其中一個最近就是大阪Metro的四橋線 北加賀屋站 它淘寶走就是六分鐘 四橋線其實可以去到哪裡呢 四橋線其實是可以去到南坡 還去到梅田 它那個站是叫西梅田 其實近一些大型商場 走多一點 可能五分鐘就已經走到過去 是超方便 還有它近南海本線的粉斌站 就步行十分鐘 如果你說你未必是會考慮移居過來 可能你打算只是來旅居 想有一間屋在這裡的話 其實這個位置我都覺得是方便的 因為在機場出來 搭南海線可以轉過來 你說走十分鐘 我覺得在日本來說不算太遠了 好了 還有一個站就是 大阪Metro四橋線的浴出站 淘寶走過來是九分鐘而已 我們說一說 Mansion要付的管理費和收線積納金 管理費是7400日圓 收線積納金是15,190日圓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收線積納金每個月給了 當它做一些維修 換東西 更換 油油 你就不用額外再付錢 其實這間屋的性價比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它12樓高層 因為它全棟只有14層而已 景色很開揚 是超舒服的走上來 比我想像中是隔音 因為它做了兩層玻璃 它連主人房也有 還有這個廳 坐進來很安靜 你說還有什麼好 它全部都是窗 你不用怎樣開燈 已經很舒服了 很夠光線 好吧 這間屋的總面積大概是640呎左右 你說兩夫婦 即是兩個人的話 空間應該是非常足夠的 加多一個小朋友 我也覺得可以的 好了 我們這次的看樓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 或者大阪其他不動產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在Info Box 找回我們的WhatsApp link 直接找我們聊聊 大家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還有留言 告訴我們你想看什麼樓盤 你們的like和留言都是我們拍片的動力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